可以拿 對 都可以拿 藝人陳漢典漢王傳一 主持著旅遊節目 到彰化浦岩這間生態農場 體驗撿雞蛋 還有參觀各式各樣的雞 讓農場爆紅 你看一下 差太多了吧 但實際到農場卻發現 別說進場撿雞蛋了 連看雞都不能了 但是我們農場所有的雞 目前都不能給人家看 因為看叫展 現在政府立了一個法案 叫洞展法 來看雞要划五萬到二十五萬 特地來玩的遊客到農場 才知道不能靠近雞 有點小失望 遺憾 遊客好失望 有人在網路評論留兩顆心 說不開放參觀養雞場 還有人說什麼都不能看 就是賣東西 負貧不少 讓業者超無奈 就死期啊 看個雞要划五萬啊 吸毒才划六萬啊 對不對 酒駕才划九萬啊 業者經營愈瓶頸 原因就是二零一九年農委會 頒布的動物展演管理辦法 只要用動物展示表演或與人互動 要收費的都要申請 還要依動物支數繳納保證金金額 要十萬到兩百萬元不等 並且要安排駐廠受醫 申請通過的門檻高 目前彰化只有四家農場申請合格 另外彰化縣西鄉 這座知名馬場也是 之前可以餵馬騎馬 現在也不行了 招牌上的餵馬騎馬字樣都貼掉了 可愛白馬在園區裡奔跑過去 原本是馬場招牌 可以跟他互動 但現在只要遊客來 就得保持距離 那你如果單純都是用觀看動物 然後有一段的距離 沒有跟他互動 沒有跟他餵死的話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動物防疫所強調 為了避免當年台中天馬牧場 流淚阿河的河馬悲劇重演 才訂定動展法保護動物 只要業者想長久經營 都能跟動物防疫所聯絡 會協助輔導申請 也能讓遊客學習正確的親近 和愛護動物 華視新聞 蜀麥小玉業 謝忠義 彰化報導